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究竟万圣节和殉道者有何关系 今集爱地球观察站 请范进豪牧师和我们讲解一下 一到十月份 全城充斥着玩鬼的气氛 但有多少人 是知道万圣节的源头呢 节目《爱地球观察站》 除了直击市民的回应 还邀请到香港圣公会 朱圣座堂主任牧师范俊豪牧师 讲述万圣节的本源 其实万圣节本身 其他另一个名字叫朱圣节 或者朱圣日 Orthing's Day 它本身的日子是11月1日 Halloween本身是神圣的意思 Wheel 其实是Yves 即是前夕 其实是11月1日 朱圣节之前的前夕 万圣节 原初是纪念早期教会的殉道者 在节目里 范俊豪牧师也会生动分享 殉道者的故事 还勉励我们 为到现在就逼迫的基督徒祈祷 我相信在这个日子里 最重要的一定不是扮鬼马马 更加紧要的是我们一帮信徒 都献上祷告 为到现在仍然在水深火热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祈祷 想了解万圣节本源 抗衡玩鬼文化 为受逼迫的基督徒守望 就要收看星期四晚11点播出的 爱地球观察站 今集《创世日志》的嘉宾 曾经是巴西的非法移民 还做过违法的生意 但他现在竟然成为一位牧者 还去到澳门牧养当地教会 想知他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就要留意《创世日志》 来到《创世日志》将会有新片头 透过纸板图案的概念 将见证嘉宾拼凑成《创世日志》的一部分 不知道何时 你会成为这幅图案的一部分 而今个星期 来到《创世日志》的嘉宾 是澳门白隔巢证讯会的主任牧师 黎允武 我分析节目 分享了我的人生 如何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 就好像我在巴西的日子 我为了金钱、物质、不息 违法的事我都去做 但他是上帝将我改变 信仰将我带领我 成为服侍神的一个工人 又好像回到澳门一样 我在不同的地方 神不断地将我训练 在澳门 虽然我是侍奉神的人 但仍然受到患上癌症的挑战 但我仍然经历到神给我那份信心 我靠着神 我可以胜过疾病 胜过生命一切的挑战 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不再走私 转做牧师的他 希望透过上来 那些在病患里面 在人生的绝境里面 原来仍然有一位爱他的上帝 在引领住 我觉得如果将来有更多的见证 会让我们更多的观众 带来正确的价值观 带来正能量 支持着我们 想知道更多黎韵姆的经历 就不要错过 接下来两集的《创世日誌》 大卫 所罗门 雅撒 呼西亚 一个个被上帝拣选的君王 接下来《晴蒙恩掌路》 会在《圣经人物大传》 《君王》片里面 带大家去认识他们的生命特质 教导大家如何敬畏上帝 上一集由晴蒙恩掌路主讲的 《圣经人物大传》 《创世纪人物篇》 播出完毕之后 《晴蒙恩掌路》 收到不少观众的回复 无论我在教会中 遇到一些初算 告诉我 我以前对教育的《圣经人物》 根本都不知道 听完之后 以前我读教育 不明白的 所以不读教育 只是读生育 现在听完之后 我喜欢读教育 我又收到一些电邮 更接的电邮 就告诉我 他如何得到一些帮助 我知道这个全是神的恩典 因为神本身就是丰富的 《圣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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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大围王 还有其他的王 神怎样喜悦他们呢 他们虽然做了冠王 一国之冠 但是他们虽然有这么高的地位 都仍然讨神的喜悦 遵行神的道 行神眼中捍卫善的事 于是神与他同在 祝福他们的一生 盼望藉着他们的生命经历 激励我们 见我们一面 透过《圣经人物》 去明白 整本的教育圣经是什么 同时 我们也能够 今天在各种人生的经历里 去如何经历神 去如何奉献自己爱神 为神摆上自己一份 甚至掩躍当中 能够重新得力 顺服神的管教 去得着生命的益处 十月三十日起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日定大家一起收看 《圣经人物大传》君王篇 你干什么呀 《凌晨日记》 又开始用新的经卷 与大家灵修 今次牧师会用诗篇卷义 与大家一起灵修 当中的内容 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安慰 记住预留时间亲近上帝 《圣经》学者 将诗篇分为五部分 诗篇卷义就包括 四十二篇至七十三篇 中华基督教会 马礼信堂主任牧师 郑以森牧师就认为 这个分类 与摩西五经有关 很多研究都指出 其实诗篇的编排 是按照旧约律法书 摩西五经的编排 如果你将一个等同的情况 来看的时候 卷义就好像 五经里的第二卷 出埃及记里面 那个讯息一样 是提到神的大能 神的拯救 神的帮助 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 能从这个角度 去多些进入灵修里面 去经历神自己的那种看顾 会有更好的得着 负责讲解诗篇卷义的 郑以森牧师 也会将他在准备过程的体会 和认识带给大家 当我去预备的时候 我以为我自己 都是很熟悉 但原来经过这个预备 就发觉原来有很多提醒 有时特别在困境里面 在低沉里面 作为传道人都会有些感受 不如将有些事暂时放缓 特别在亲近神的事情上 但诗篇的卷义 上帝对诗人的爱和眷顾 并且得着提醒 我都看到他有一个好情深 跟上帝说他 很坦荡荡的体会 哀求上帝 跟上帝祈祷 像一对戀人的关系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是他受迫害 他相信上帝 但反而叛来很多人的耻笑 究竟上帝是否离起他 上帝你究竟在哪里 你是不是掩面不见我 到最终的时候 原来他体会到 神不是的 上帝很多时候都在他身边 甚至乎他自己也有个信心 神啊 就算我在这一闪眼 我听不到或看不到 你有什么回应 给我都好 我依然 依然要去清语你的名 我们都要记得 每日预留一段时间 收看《灵情日记》 细心体会诗篇卷移的含义 和上帝心情对话 如果你不能在这七个时段 收看《创世电视》 你可以登入《灵情日记》的Facebook 或者下载《灵情日记》的App 随时随地收看 感谢主 吉他演奏家Jackie 为了支持影音试团创世电视 在10月29日播出的商台节目 有谁共鸣 选了影音试团成为受惠机构 只要当日透过电话输入空白信息 发送至50881903 电信公司会每次收取用户5元捐给影音试团 如果你想支持创世电视的福音制作 又或者想跟贴我们的最新消息 快点打来31086048 又或者click我们的Facebook 下集《创世情报站》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